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形状 因为大陆都是吃一片一片 那台湾羊肉乳都是整块的 一块一块 对 没错 那么其实大陆的羊其实很多 那品种多料理的方式 也比台湾要更多样化 那么今天冬天来吃羊 现场一起来聊天的来宾是美食家黄学正 大家好 学正 我每次都说他爱吃能吃 还吃出一番事业来 今天我们要讲冬天吃羊 对台湾观众来讲 大家都会想到说 就是涮羊肉嘛 可是涮羊肉在中国大陆的话 他们最地道的吃法 究竟是怎么个吃 他才是可以吃出他的美味 传统台湾在吃羊肉 刚刚伦哥讲的是羊肉炉 但是涮羊肉这个东西呢 它的汤底跟羊肉炉是完全不同的 它的汤底是清汤底 对 而且里面呢 下些许的豆蔻或者是茴香 只是作为一个整理味道的而已 但是里面没有盐 更不要讲说其他的辛香料了 那真的高级特别好的呢 它可能里面就用一些杂菌 用鸡下去煮出杂菌底的清汤 清汤哦 不是高汤 那比较好的高汤就是用鸡肉下去炖出来的清鸡汤 什么东西都没有 然后大不了呢 就是些许香料飘在其中 那要吃的时候呢 就用筷子 当然就涮羊肉嘛 对不对 涮一涮 过个几秒就起来了 涮几下 对 那在这个涮两三下的过程呢 有一些比较讲究的呢 它会要求在正面涮两三下之后 翻过来再两三下 就完全不让背面或者是筷子夹到肉的地方 没涮到 涮不到肉 对 所以在这个肉的涮法上面呢 实际上是分正反的 所以也在你这个正反的过程 人家就看得到 你到底是懂不懂的 吃这个羊 所以蒜的时候那个羊肉不能够 蒜起来之后不能够有红色的嘛 是 要刚刚好是看不到红色 但是你吃下去的时候 有些许感觉血水的甜度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再来呢 在中国吃涮羊肉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说肉片之外 他们非常强调 部位 那部位呢 我们有熟悉的卷尖肉 就是肩膀的肉啦 还有叫磨档 什么叫磨档 磨档在哪 褲档啊 磨档啊 磨档的部位在摩擦的部位 就是我们台语讲改编那个地方 改编 好 那除了这个还有瓜条 瓜条就是什么 腿肉 腱子的部位 然后接着呢 我觉得在我的经验里面 各个店家都有不同的刀工跟刀法 那有时候这些不同的刀法 主要讲究的就是肉筋 磨 油之间的一个比例的组合 那其中有一个呢 比较特殊的是什么呢 就是羊的尾巴 羊尾巴 羊尾巴 那不是一解短短的 是 那不要忘记啊 羊这个动物啊 它的脂肪最清甜的地方 一个是羊的胸 一个是羊的尾巴 为什么 因为胸受风嘛 所以它的表皮薄 脂肪呢 特别的细 所以它很清甜 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羊尾巴短 365天 不知道咬多少次了 但是那个脂肪呢 就变得特别的干净 所以羊尾巴呢 经常他们就把它片出一圈 就像什么玉斑枝 白玉斑枝一样 但是它吃的时候呢 不是吃羊尾巴 如果你说算一算羊尾巴 算一算 哎 羊尾巴不见了 因为它融到汤里了 汤头里 它反而让整个汤 除了刚刚的味道之外 还多了羊的胶质跟脂肪的宣威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精彩的 所以除了点部位 那再来呢 就是点各种不同来地的羊了 有各种 甚至跑到萝卜博去养羊 跑到很稀奇古怪的地方去养羊 就不同地方的羊 有不同味道 再来呢 就是用手切的羊了 那手切的羊呢 就是让整个羊肉呢 非常的干净利落 而且它的肉的厚度啊 连蒜都可以刚好蒜到手 吃的是弹性跟嫩度 对啊 所以我看就是手切的 其实要比一般机器切的 其实要厚 要厚很多 对 对 为什么 因为你手不可能像机器一样 这么均匀之外呢 还有一个重点 你手切的羊 冷藏跟冷冻的差异吗 对 对 一个是新鲜的羊肉 你要新鲜的羊肉 要当天屠宰的 那个肉本身的弹性才够好 而且还有一个说法 手切的羊呢 切下去之后 肉啊 贴在盘子倒过来 肉不会从盘子往下掉 原因它肉够新鲜 它的黏度啊 都还在肉里面 所以会黏住盘子 但除了这个之外呢 再来就是烤全羊了 那烤全羊这个东西啊 是我个人觉得非常难忘的 原因是因为新疆烤全羊 这个蒙古烤全羊一直都是这个回族以及藏族的大菜 就招待贵客的时候就烤全羊 对 但是这个实际上藏族的烤全羊跟新疆是有不同的 那我个人很爱新疆的 我们先待会 我们先讲藏族的 藏族的烤全羊则是以香料为主 而且呢 它整只羊的做法呢 它会把羊的身体切个口子 把新香料 葱姜蒜啦 大料 塞到里面去 对 塞到里面 然后里面呢 再加一些料酒 加糖 盐进去 然后接着呢 等于是有点像烤鸭的概念 里面是沸腾的 慢慢烤 但是外面的肉呢 就是维持一个烤出来的原貌 但是新疆的做法呢 我很爱是因为 它用了蛋 它用了面粉 它用了香料 用了孜然 用了辣椒在外面 涂在上面吗 对 最棒的是还加了麻油 新疆人用麻油 无麻油 对 所以它把麻油加上孜然 涂在羊的外表 进去烤的时候 外面就多出一层脆脆的羊皮壳 那这些好吃的料呢 尤其是藏族或是新疆族 他们有时候会把眼窝夹肉 给贵客 对 给贵客 表示你是我们的贵客 我会给你这些最珍贵的眼睛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小腿的前腿 那前小腿为什么好吃 拿起来像一个棒锤一样 但是这个地方好吃是因为 一只羊就有两个 所以一个就是给主客 一个就是主人 所以就是啃着羊肉 配着新疆啤酒 哇 这个是 就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因为它的皮是脆的 而且羊油跟麻油两个连在一起 那个孜然的香气 就整个串起来了 所以在这个比较之下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吃新疆羊的 没有 学生 像这个羊眼珠子该怎么吃 就一颗咕噜 哦 没有 眼珠子实际上 你吞下脸 没有那么大颗的 没有那么小颗的啊 羊眼珠子 真正吃的是眼窝肉 哦哦哦哦 真正是吃在眼珠子旁边的软组织 跟它的筋骨 主要是吃这个东西 那眼珠子 我个人呢 就是喜欢吃它的眼窝肉 那中间呢 我是有看到一些新疆的朋友 他们爱吃 去吃眼珠子吗 但是呢 我始终没有提起足够的勇气 去学他们配那个东西 所以这个 我就没有尝过 但是眼窝肉呢 这些是我很爱的 讲到这个 我觉得要先带大家去吃一个 大家在中国大陆大街小巷常常可以吃到的东西 叫羊肉串 因为这羊肉串随时都可以买到 可是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味道 我们要带大家到青海去尝一尝 刷上菜籽油 撒上调料 羊肉串被大火烤 滋滋作响 不到一分钟 羊肉表面泛着油光 还带一点微焦 这时能闻到满式的烤肉香气 这一串串的烤羊肉 正是青海最传统的风味小吃 青海的这个脏西羊烤出来好吃 它是专门选这个后皮 青海的羊肉 它是高原出来的 一分吃起来有精 有味的 青海的羊 养在高原上 不吃饲料 只吃肥美青草 正因如此 羊肉不带伤味 反而多了青草香 用大火烤完 表面脆黄 香味淋郁 让人光用看的就胃口大开 不论是当地人还是游客 青海羊肉串绝对是首选最爱 我们刚刚看这个画面里头 其实观众可以注意到 它是用那个铁叉子 这个是在西北的地方才有 其实在大陆其他内地 大部分就是一个那个猪 猪叉子 对 那么吃羊肉烤羊肉串 其实有很多的部位 其实你的建议就是 这些有什么羊精啊什么的 我们该怎么吃 口感又有哪些不一样 我觉得羊精这些 就是像是萝卜茄子 各有所好啦 但是就我个人的呢 我最喜欢的就是羊软骨 羊精 羊热肉 羊肋肉 肋股上面那块 五花肋的末端的那块 就是有筋有点软骨 又有肉的这个部分 因为它一块肉里面有三种质地 这是我个人最爱的 我看到那个两面焦酥黄 我快受不了了 那除了这个之后 还有一个很难忘的 就是羊蝎子 羊蝎子就是羊的脊椎肉 脊椎 整个脊椎 就它的大架子 对 它的大脊椎 要吃的时候用筷子 用手慢慢去把它 随便的肉挑出来 配酒 留口水了 不要留口水 那个羊肉的料理 其实在中国大陆非常的多 而且各地有不同的特色 广告之后回来 我们要跟大家讲一讲 其实不同品种的羊 吃起来可是有不同的味道呢 广告之后我们再聊 厨房里师傅正在红焖羊肉 看似简单的动作 却是红焖的秘密所在 反复熬煮以及火候拿捏 是汤头与羊肉好吃的关键 一块块羊肉 光用看的就能感受肉的弹性 不一会儿盘子都还没上桌 肉就全下到锅里 红焖羊肉 在中国菜系有黄焖没有红焖 这是我父亲发明的 发明的 对 因为他在四川当兵 他去过朝鲜 又抗美援朝 又西藏叛乱 那他走遍祖国的大口河山呢 他喜欢吃 各地的风味上吃 那么他把重庆的火锅 和这个北京的蒜羊肉 它的精华中和 当地人形容红焖羊肉 上口筋 筋而酥 酥而烂 一口吃到爽 因为羊骚味全部去除 很多人一开始根本分辨不出 口中美味到底是哪一种肉 刚刚画面这个是河南的红焖羊肉 其实看起来跟台湾的羊肉 有点像 不过我们先卖个关子 我们先来谈一下 台湾其实比较少吃到 就是这个羊蝎子 就是这个羊的脊椎骨这边 那么像你在大陆 你觉得羊蝎子这种 这个菜到底要怎么吃 我之前吃过是 它有点像当那个汤底 就是慢慢煮慢慢熬 实际上羊蝎子 这个菜呢 简单的说 它非常的经济实惠 就是咱们很多人 在吃饭的时候 一个蝎子就一盘了 所以很多的学生 就是在这个月底的时候 洋蝎子配白饭 就已经完成了这个事 洋蝎子呢 实际上做法非常的多 都叫蝎子 也有红烧的 也有干烧的 甚至水煮的都有 但是最主要的呢 很多是拿来做汤头 那汤头的残余的鱼肉料 就把蝎子拿出来 就是把这个集水拿出来 有时候会晾一下 然后就直接可以当成菜了 所以有时候吃的时候 就剥着肉 然后用筷子 或是用手 然后一节一节的吃 有一些店家呢 他因为用煮的方式 甚至蝎子中间的水 还可以稍微吸喝一下 他们给你吸管 吸他的水 对 要看他的做法 如果是干烧的 甚至说用酱的 做了摆在旁边的时候 它里面就没有这么多的吃了 而且也太熟了啦 对 那所以洋蝎子呢 在台湾很少看到 所以说 怎么会洋会有蝎子 这个东西 其实他就讲 他的形状 非常像一只弯曲的一个蝎子 可是在台湾 广告上面 很多人都说 洋蝎子是徐州菜 可是我印象中记得 我都是在北方看到 北方人在吃洋蝎子 徐州是苏北 严格来讲 这个我不知道 因为我吃到的 不管是卤菜 山东或者是东北 主要都还是北方的人 在吃洋蝎子 对 那甚至有一些陕西 这个区域有在吃 西北 对 西北 但是真的 是不是南方 这个我就保持 这个我不懂啦 对 这个真的 查到在跟大家 查到在跟大家报告 对 徐州人在回到这个洋 我觉得我们讲说 这个食材的部分 台湾跟大陆的洋 有什么不一样 刚刚都是进口比较多 刚刚伦哥讲到 一个很棒的重点 台湾的洋都是 一块一块吃 对啊 一块一块吃呢 有一个原因 刚刚讲到 纤维肠 是我们台湾比较穷 所以一块一块吃 实际上不是啦 是跟洋 洋跟牛是一模一样的 是因为气候的关系 他们喜欢比较寒的地方 所以当你地方 比较热的时候呢 反而是那种生命力 很旺盛的山洋 好痒 但是绵羊本身 就身上这一群 它太热了 身上就穿着一件 大毛衣的时候 它会水土不服 那在台湾早期 有一间馆子 在中山堂旁 叫山西馆 它是最早呢 就是让这个中南部 彰化附近 他们有安排 每一年一百万 去养绵羊 那就是绵羊 专门给它做 这个涮涮锅的 专门做这个羊肉锅 来使用的 但是其他大部分 我们讲的 钢山羊肉炉 这些都是用山羊 为什么山羊呢 原因是因为肉长 久焖久炖之后 它会怎样 肉就化了 那所以要加什么 加羊皮在上面 所以经常讲 带皮羊肉 带皮羊肉就有它的皮 跟油 油就融到汤里了 但是肉筋皮 三个呢 粘在一起的时候 你吃的时候 不会觉得肉是柴的 所以要吃 台湾的羊肉炉 就是用这个 山羊肉下去做 带皮羊肉 所以山羊肉是纤维 比较长吗 对 然后绵羊肉纤维短 比较短 但相对的脂肪来讲 山羊肉脂肪 它比较油 不会吃 山羊就少了 然后绵羊的肉就嫩了 所以大部分我们在讲的 这个中国吃的羊肉 都是以绵羊肉为主 那所以绵羊一生都是饱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那再来呢 这个羊 台湾的羊是山羊 我们经常配什么 蔬菜 菜心 还有什么 盐衰 因为山羊 或者是羊肉 都是偏温 所以有了蔬菜 香菜 能够平掉它的含 它的噪 因为这个香菜 本身又叫羊尾草 所以这样两个东西 是可以互相搭配的 那再来呢 很有趣的就是 其他的羊肉 除了山羊 都是进口的 在台湾 大陆呢 因为大陆其实 有分关内关外 你说长在草原的羊 跟长在城里的羊 它就不一样 讲到这个 我的笑容就出现了 你的专长 原因是因为 草原上的羊 真的比平常养的 要来的慢 要来的珍贵 一年大概一产而已 但是在平地 或者是像是山东 河北 河南 这个地方养的羊 很多都可以到 二到三产 所以它吃的 为什么 一个刚刚就是 节目上面的 这个讲的 吃的是草 在草原 它只吃草 但是在平常养的时候 会吃饲料 会吃各种不同的补给品 所以这是一个 第二个经济效率 经济效率呢 在草原上 它要放牧 要从这边赶到这边 竹水草人区 所以羊要运动 但是在平地呢 它就是只会增肥 只会变大 圈养的嘛 圈养的 这就是土鸡 跟那个饲料鸡的概念 是 但是其中 新疆羊 为什么精彩 尤其是像乌头 宁川 这个宁夏 这个整个 这个区域 就回民住的地方 回民住的区域 尤其是精彩 是因为 有一种说法 他们经常呢 就是吃虫草 然后 喝矿泉水 喝天山水 然后吃雪莲 这也很合道理 原因是因为 他们羊在地上吃的时候 会吃比较嫩的材料 所以它的肉本身 我觉得 有特殊的 矿血味 就是有一点那种 矿物质 咸度的感觉 然后又有 非常鲜美的甜的感觉 这是很特别的 关外羊的味道 所以跟关内羊 实际上是很不同的 就完全不一样 那跟台湾就相对的 就差非常大了 那所以 我们在吃羊的时候呢 我觉得 还有一个地方的羊 让我非常的难忘 哪里 那个地方的羊呢 是海南的羊 东山羊 你要讲东山羊 可是讲东山羊之前 你要先回答一下 因为你刚刚讲到 回民的部分 因为我记得 回民杀羊的方法不一样 所以他们讲说 那个 回民的羊肉 特别好吃 梅山味 跟他的屠宰过程 是有关系的 讲到屠宰这个事情 有两种 非常有趣的东西 我们刚刚讲到 考全羊对吧 对啊 在蒙古呢 非常厉害杀羊的人 实际上 他本身是不放血的 他呢 会把他的胸口 打开一个缝 手呢 握着心脏 看吧 看吧 把羊给捏死了 把他的心脏摘下来 对 对对 那这个呢 我还看表演过 但是 我觉得 实际上还挺残忍的 但是他的皮呢 就会切一个口 在手脚的旁边 切个口 吹气 他烤出来的羊皮 就很漂亮 而且羊皮跟肉 就分开了 这是一种 这是蒙古 但是很多的回民呢 我觉得很棒的是 他们会骑送 阿拉的这个导池 那导池呢 他就会把一只羊 抓住他的三条腿 然后就有一条腿呢 要放着 让他自由 那这个传说 这曾经在宗教里面 这是一个神的使者 化身为羊 对 所以为了要救人 所以就变成 他在祈祷的时候 又很神奇 羊跑来跑去 对 握住他三条水 念导池之后 整只羊像催眠一样 就乖乖的 乖乖的 对 那所以羊呢 也是我个人在中国 最爱吃的一个材料 东山羊 那接着东山羊呢 为什么好吃 这个 我们大家都知道 羊好吃就是没有腥味 对啊 没有山味 但是另外一边呢 刚刚讲到羊肉好吃 就是那个肉啊 要熟 但是里面呢 还有带有些许的粉红 带光泽甜度的那个血水 好了 东山羊呢 这个羊曾经是入到 总统府里面 入到皇宫里面 当御用的山羊的 预用羊的 就东山羊这个羊 那这个东西呢 到了广东的做法呢 有点像是顺德的 均安蒸猪 整只羊下去蒸 蒸完了之后 它的皮跟胶啊 跟油啊 大家有没有看过 那个矽胶做的 那个 啥东西啊 矽胶做的义乳 就是你手掐 它的那个感觉 就是油啊 有那个弹性 不会破 这个就是那个 东山蒸羊的 那个脂肪的 那个嫩度 像果冻一样 但是又不拧 又不腻 然后肉还带甜汁 所以你觉得 它的好吃料理 是一回事 重点是它的肉质 肥跟瘦 是搭配的刚刚好 是因为海南本身啊 它的土地啊 非常的温暖 所以草非常的好 那你应该也是山羊吧 那也是山羊 也是山羊 那个海南人就说 东吃东山羊 如同穿了一件棉衣裳 广告之后回来 我们再回答 我要贴 在中国大陆 有一句话说 秋冬吃羊肉 犹如赛金丹 现在又到了 吃羊的季节 网友就问了 他说在台湾不产羊 可是为什么台菜里面 有所谓的羊肉卤 台湾有山羊啦 就像海南一样 是有山羊的 但是我认为羊肉卤呢 实际上就像牛肉面一样 它是一个集结了 大江南北的一个概念 然后把它全部呢 再调出一个 属于台湾这边 大家可以用就地材料 所使用的一种方式 那羊肉卤呢 我觉得很精彩的地方 它用汤头为胜 那很有趣的 我们今天吃红烧羊肉卤 它是非常像 那个河南的 那个红焖的概念 它是把肉 已经先卤过了之后 然后汤底非常的浓郁 所以你吃红烧羊肉卤的时候 反而是吃的是烫青菜 要平衡它 然后反而吃蔬菜羊肉卤的时候呢 反而会有时候 会加羊肉进去 反而是吃的是烫羊肉 所以这个逻辑是 是完全不同的 一个是吃肉 一个是吃 所以台湾的多元性 把它做到非常的丰富了 所以我觉得台湾呢 为什么一定要 产什么而能吃什么 反而是在这个其中 找出最精彩 最均衡的味道 以及形式 然后让大家无法拒绝 不管你来自于哪一省 然后来适合之后 都觉得 哇这个好特别好吃 那像是那个菜心羊肉 我觉得那个蔬菜炖菜心 这样子 出了那个糖 非常的清甜 那这样子的东西 我就觉得是属于真正的 台湾的美味的精神了 所以说到这个吃羊肉 像我们到北京吃蒜羊肉 翻到 它的那个调味料 十几样 那在台湾就非常简单 你就豆板酱加那个 那个豆腐乳 是 那该 我们该怎么去挑呢 就是那个蘸酱到底怎么蘸 其实可以吃出 它的那个蒜羊肉的美味 每一间店的蘸酱 都各有各的故事 跟各有各的谱 那对我而言呢 我觉得反而那个汤底 是重点 汤底是重点 不喝汤的不是吗 是不喝汤 但是那个鸡汤底呢 跟杂菌炖出来的汤底 在蒜羊肉的时候 羊肉就会沾附那个味道 这个时候呢 再沾些许的盐 或者是些许的花椒末 这个就可以凸显它的味道 但是有很多会用香油啦 会用这个腐乳啦 甚至还有不同形式的蒜米啊 还有芝麻酱韭菜 然后呢还有 台湾一定有沙茶酱 对但是这是台湾啦 但是我认为总结啊 吃羊肉这个东西 有几个universal不变的东西 一个呢就是孜然 孜然这个材料呢 蘸孜然粉 蘸孜然粉 磨成的孜然粉 或者是用孜然下去 小颗的孜然下去配 这都非常的精彩 那不管你是吃烤羊肉串也好 羊肉炉也好 羊肉锅也好 孜然是其中一个跑不掉的 再来呢还有 就刚刚讲了 那像是糖蒜 对对 去东来蒜 就在北京吃它会做 对为什么 因为它的酸的味道 可以让你那个油啊 觉得不会腻 但是那蒜的辛香度啊 以及它的些许的糖度 又跟肉是合在一起 因为羊肉本身还是有肝 在中意里面是属于 肝美的肝嘛 是甜的肉 所以在这个东西合在一起 我觉得是很精彩 再来一个呢就是花椒 花椒 对花椒沫或辣子 就是各种不同的辣粉啊 或者花椒把它磨成很细啦 再加上些许的香料 那做出来这个东西呢 不管你什么肉 光沾这三个东西 那这两个东西配糖蒜 都非常的精彩 空血要溜出 那我们一般挑 都是喜欢用酱的部分 是 这样对吗 就会不会看起来就越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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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